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李嘉超会率领多个司局级官员出席 邀请基层、中产、青年和商界等出席 可以向官员表达意见 并且会有分组讨论 李嘉超会社交平台发文说 欢迎市民透过直播收睇 亦都可以留言发表意见 黄大师文静专员黄志华 获地区人士举办宽送晚会 引起关注 对于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质疑 晚宴淺从何来 回报又是什么 文清局局长默美娟说 尊重对方的意见 又认为不涉及地区人士拆鞋的成分 当然我尊重梁先生他的说法 其实梁先生不时都会就着 我们一些社会事务 他做了一些评论 都是有参考的价值的 其实他已经是一个将来任的专员 所以就不是再在那个 就是他不离开这个专员的崗位 所以刚才你说他是不是要巴结他 都已经如果说说地区治理 他已经都离开这个崗位 所以我就不是这样的 所以其实实在真的是因为 专员在他任务的时候 在地区和地区的朋友 和社团的朋友 他们有很长久的合作关系 尤其是经过疫情的时候 大家真的可以说是共过患难 所以他们的感情都比较深厚 所以在那个封锁活动的时候 就真的规模是比较大的 所以我也再说了 其实真的不用那么大阵仗 我相信专员自己本身 都认为其实不需要那么大阵仗 警方逮捕了11个人 涉嫌洗黑钱和诈骗 涉款超过1亿2千万 行动中检取现金 当部手提电话 公司印章等 被捕5男6女 家乎22至39岁 包括3个外籍女人 警方在星期四开始 一连两日采取行动 堵破集团在尖沙咀的行动基地 减取大约80万现金 百分子涉嫌以法律户口 进行分层交易 将犯罪得益转移到自己的户口 其中一个骨幹成员 又透过自己作为董事的 两间私人公司 使用虚假银行月结单 申请政府的百分百担保特贵贷款计划 握了390万 至于零一笔 265万的贷款 已经被警方成功阻截 日本水餐厅公布 福岛第一核电站排放核污水之后 周边海域鱼类第一轮的测试结果 并没有验出含有放射的物质村 中国呼吁国际社会共同敦促 日本政府立即停止核污水排海 福岛核污水排海踏入第三日 按计划星期六会再有460吨核污水排放出海 冬电早前公布核污水排海第一日 抽烟的海水含放射性物质村浓度在检测下限 中国基于食安考虑 在核污水排放首日宣布全面暂停进口日本水产 中国上年是日本最大水产出口国 中方的决定将会令到日本鱼业受到重大打击 日本政府计设立800亿日元基金 补贴福岛地区鱼产业人士之后 亦都正考虑采取额外援助措施 当局同时考虑到内地可能出现的反日情绪 日本驻华大使馆星期五发声明 说由于不排除发生不测的可能性 提醒在华的日本人外出的时候要注意不要大声说日文 谨言慎行 另外需要到访大使馆的时候 亦都要密切注意使馆周围情况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紧爽星期五在联合国大会上 呼吁国际社会共同敦促日本政府 立即停止合污染水排海 避免对世界各国人民的健康福祉 造成不可预测的破坏和危害 不过美国国务院同日发声明 重新支持日本的做法 并欢迎日方持续与区内相关国家 保持透明和接触 无线电视记者何英琪报道 日本星期四开始排放合污水 本港有旅行社说 赴日旅行团的部团人数下跌了两三成 有市民选择不去日本旅游 亦有即将出发去日本的人说 会避免在当地吃海产 服尝之后不少市民纷纷外游 日本是热门的旅游点 不过日本星期四开始排放合污水入海 又会不会影响市民游日假意欲呢 原本我女儿都跟我去日本的 不过我现在排放合污水 决定暂停先不去 怕污水影响食物 不知道会有什么后遗症 需要吃刺身 很多时候都会去日本定食 或者放题去吃鱼山刺身那些 但现在这段时间就不会去了 去旅行要开心、轻松 如果要怕吃那样就不如不要去 有市民就表示会如期11月出发到东京 避免海产那些吃少一点 即那些不吃 但也不影响行程 主要都是去吃东西、拉面 或者逛逛逛逛逛逛 有旅行社说日本宣布排放合污水之后 这几天的生意即时受到影响 网站的流量 一些沟通缘件上面的查询 电话查询 实际报名的客人都是两至三成跌幅 最担心会是接下来的那两个旺季 星辰和新年 就算是一个 算是第二个或者第二年 即是开的旺季 旅游都是一个復甦 经过两年、三年的重厂 所以我们都很依赖 我两个大旺季 希望可以做多些生意 也都有旅行社说 自星期三起 报团人数减少大约两成 但是相信三星期内能够恢复客源 暂时不报名字 应该是一阵阵痛 2011年的311事件 整体去日本停了三个礼拜 我们记得那年4月16日 我们就开始去日本的旅行团 而且配合得挺快的 旅行社又说 不会在旅客的线性安排上作改动 不过会有职员提醒他们 不要买大量的水产回香港 母线电视记者彭荣熙报道 日本正式展开核污水排海的行动 严重打击港人对日本水产的信心 除了日本餐厅的生意受损 专卖日本优质水果的批发商和零售商也受影响 Beth是一间批发和零售日本优质水果网店创办人 他专营日本进口食材 他形容香港人十分嘴雕 不定期会问他可不可以进口一些香港较少见的水果 今天其实都进入了一个很特别的东西 是北海道的过士拉西瓜 这个西瓜因为它很大 它真的像个冬瓜那么大 那是8kg的 那我卖了800元的 不过今年年初 日本核污水处理等负面消息一出 和他拿货的客人也都逐步减少 以当造的水蜜桃为例 比起上一个年度 生意压足足跌了三成 我们都失去了某部分的主流客户 他们都不想碰着日本的东西 如果只是说今年的水蜜桃季节 我们跌幅大概是30%左右 目前Beth唯有将货源分散 将日本入口水果的比例降到七成 如下就进口其他国家的水果 好像是美国车离子 原本就不会订美国的车离子 但是因为有些客人 真的未必会选日本的水果 那我就会多给不同的选择他们 所以我都会订美国的车离子 以及其他澳洲的东西 我都订多了30%以上 他期望当市场逐步消化核污水消息之后 会对日本水果重拾信心 之后等生意好转 他才会逐步调高日本水果的比例 无线电视记者林希华报导 休息一会 稍后会有其他消息 回来新闻时间 一个57岁的男人 怀疑行山期间失踪 失去联络三天还未回 57岁的令国梁 星期三早上离开黄大仙景福街的住所 前往黄牛山之后失踪 交易业务搜索队 早上在社交平台说 他今早7点多成功打给家人 说手机快没电 未能报告确实的位置 又说他现在的身体状况不好 站不到和缺水 警方说失踪的男人身高大约有一米六五 体重大约50公斤 中等身材 最后露面那阵戴眼镜 穿着橙色背心 拐带一个背囊 呼吁有消息的人士 联络东九龙总区失踪人口调查组 本港踏入夏季流感季节 幼儿科的专科医生说 今年已经有四个小朋友死于流感 呼吁家长 尽快带子女打针 因为新冠疫情的影响 其实过往这三年基本上是没有任何流感的大型爆发 也都某程度反映着我们的市民 包括小朋友 可能流感的免疫反应 抗体都是比较弱 过往只不过短短几个月 香港我们有四个小朋友 是因为流感感染而死亡的 有不同年纪的小朋友 都是因为中央流感有比较严重的病发症 包括了比较厉害的肺炎 甚至有败血病 更加有些很严重的个案 会影响脑部 令到有坏死性脑炎 我们都仍然鼓励有风险 还有其实比较容易感染 年纪小的小朋友 接受流感疫苗接种 被警方国安署袁雄通緝 寸途海外的许智峰 取得澳洲律师资格 在北京访问的律政司司 长林定国 回应的时候质疑他的品格 那些人士其实有个不争的事实 在香港是被法庭判定为违反了 如果我记得的话 可能最低限度是三个刑事的罪行 包括一些相当严重的襲击罪 不诚实使用电脑 或者防御公职人员 也都是经过法庭的审讯之后 是说他是藐视法庭 而涉及的是向法庭提供虚假的文件 有时到法庭是放宽了保释的条件 令到他可以潜逃海外 那这些人士的品格 究竟是怎样呢 我想是公道自在人心 林定国率领 60人法律界代表团 结束成都和北京的访问 他说此行有助推进香港 成为压态法律争议解决中心 代表团先到成都出席幕法局论坛 之后就在北京出席一带一路法律论坛 向内地企业用普通话 进行模仪国际仲裁和调解 林定国指 内地对香港的法律服务有很大的需求 瑞士向中国返还五件流失的文物艺术品 中国驻瑞士大使黄世霆 当地星期四 和瑞士一方签署返还协议 并接收五件文物艺术品 包括有四件陶瓷器和一枚钱币 分别在四中营市案件中查获没收 黄世霆说今次文物返还 充分感体现中税两国 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 加强合作的共同议员 也对在全球范围打击文物走私 保护文物安全 扩大政府间的合作具有示范意义 总税两国都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1970年公约帝约国 今次是计议2014年12月 返还一件看待图仰以来 瑞士第二次向中国返还文物艺术品 英国警方调查伦敦大英博物馆 几百件藏品失事案 部分装物被摆上网兜售 馆长引咎辞职 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上个星期 因为一批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5世纪的藏品被盗 失踪或者损毁 解雇了一个员工 引起外界关注藏品的保安问题 到了星期五 管方发声明说 管长费希尔即日离任 费希尔在声明中解释 说自己在过去几天 一直检视管方的失涉事件 以及有关调查 证据显示 管方早在2021年已经接到警告 但未有及时全面回应 现时问题彻底浮现 身为管长要负上终极责任 已经向董事会主席请辞 英国广播公司报导 说早在2021年 文物经销商格拉德尔 率先向大英博物馆提出藏品失涉警告 说怀疑有管方的藏品 被放上拍卖同购物网站eby兜售 部分据报已经被低价出售 他又说曾经见过管方的官网介绍过相关藏品 但之后被删除 报导说当时官方承诺会调查 但加拉德尔之后不满废弃义 没有认真处理 据管方说涉及的藏品 包括公元前15世纪至公元19世纪的黄金珠宝 半宝石和玻璃色品 这些藏品因为有学术和研究用途 最近都没有展出 被存放在储藏室 另外有报导说 管方自2013年起 已经围失几百件历史文物 涉及金币 银颈链和540件陶器 无线电视机者陈淑仪报道 澳洲黄金海岸为了保护瓶毅的树虹 要求居民在花园到家庄 避免九只袭击树虹的安全设施 为例者可以被罚款 由今个月25日起 居住在黄金海岸树虹七色地区的居民 必须在住宅花园的外围 加装高身围栏 防止狗只外出袭击树虹 或者在围栏上加装涂生木桩 令5厂花园的树虹可以逃走 避免被狗咬伤 法例亦规定物业面积较大的住户 必须在入夜之后 将自养的犬籍放入屋内 直至翌日早早 执法机构会向违规的住户 发出定額罚款 目前当地已经有法例规定 宠物导致人类或者动物受伤 可被判罚款774澳元 相当于3800港元 黄金海岸市议会认为 现有法例的阻吓性不大 为了进一步打击不负责任的狗主 有需要将罚则提升至监禁 澳洲每年大约有100只树虹被狗襲击 当中有4分3因此而死亡 有保育团体担心 在加强罚则后 一旦树虹以外闯入民居被狗咬伤 居民可能会担心受罚 而不向当局报告有树虹受伤 令树虹最终失救死亡 市议会已经出版树虹活动地图 希望能够被居民知道自己所住的区域 是否与树虹的棲息地重叠 无线电视记者杨志文报道 印度洋岛国马达加斯加一间体育馆 发生人踩人事故 造成至少12人死亡 80人受伤 伤者陆续送院治理 最少11人来桌 示范在当地星期五下午 在首都塔那那利佛的国家体育馆 当时正是举行第十一届印度洋岛国运动会开幕式 据新华社引述 目击者报道等待入场的观众 测涌在体育馆的入口处 之后让成人踩人的事故 总统麗乔利纳最后在开幕式宣布 为死者墨爱 大家好 我是黄泉河 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排放核污水之后 就变海域如雷第一轮核辐測线 没有验出陷荒射密村 中国呼吁国际社会共同敦促日本政府 立即停止排放核污染水 和日本只有一海之隔的南韩 反对日本核污水排放的声音 没有缓和迹象 南韩最大在野党 以及民间团体大约1,000人 在首议时中心示威 抗议日本强行排放核污水 按计划 福岛核电站将会连续17日 每日排放大约460吨核污水 但一轮排放量大约7,800吨 日本水餐厅在福岛核污水排放之后 对距离排水口大约5公里范围的 两个地点所捕获的鱼类 进行首轮核辐射测试 结果并未验出含放射密村 和排放前的结果相弱 当局未来一个月每日都会进行同类检测 并对外公布结果 以释除公众疑虑 但中国基于食安考虑 在核污水排放第一日 全面暂停进口日本水产 中国去年是日本最大水产出口国 中方的决定将会令日本鱼业受到重大打击 日本政府计设立800亿日元基金 补贴福岛地区渔产业人士之后 亦都正考虑采取额外援助措施 对于日方不理国内外反对一意孤行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紧爽 星期五在联合国大会上呼吁国际社会 共同敦促日本政府 立即停止核污染水排海 如果核污染水是安全的 就没有必要排海 如果不安全 就更不应该排海 中方呼吁国际社会 共同敦促日本政府 纠正错误决定 避免对全球海洋环境 避免对世界各国人民的健康福祉 造成不可预测的破坏和危害 不过美国国务院同日发声明 重新支持日本的做法 并欢迎日方持续和区内相关国家 保持透明和接触 无线电视记者何英桥报道 日本将核污水排出大海 港府即时禁止福岛等10个都远的水产品入口 环境及生态局局长郑展文说 日本未能释除排放的风险 政府必须保障市民健康 至于无根场内地全面禁止日本水产品 他解释是两地法制不同 政府禁止东京都福岛等所有水产品入口 环境及生态局局长郑展环说 留意到有意见认为 核污水是经过淨化符合国际标准 无需过于担心 但不少事例都反映排放存在风险 今年的五月去那里捉到一条鱼 超标超过他们自己的标准一百八十倍 发生过什么事情 是不是有些环节 某些地方出了一些状况 所以会这样 如果是怎样可以再防止 在这方面日本政府都没有任何解决 刚刚上个礼拜 他就有一个处那些污水的缸 又说洩漏 他就说有个喉管爆了 所以就会流出来 不要流到海里了 但现在我们当然会把污水排海 他重申 香港会加强检测日本其他地区进口的水产品 已经斥资二百万购买仪器 以及聘请八个合约员工 对于内地全面禁止日本水产品进口 为什么香港不跟随呢 对于市面有市民抢救食验 謝展环相信是有市民不以为食盐 可以减少複射影响 你食点盐 你都要食十几二十磅 你才可以等于食一粒点片 一般食盐更加没什么电 可能你回去吃几百个网 根本就不可能靠食盐 就是你可以对于防止複射有任何作用 看到内地、澳门、韩国 有人买盐 于是当然不要执书了 去买些 你见到去买我又买了 我认为这个心理作用都很重要 他说本港食盐存货有一个月供应量 市民无需担心 无线电视机者林俊谦 东区海底隧道明天清晨五点开始实施不停车缉沸易通行 东隧出入口一带 今晚凌晨十二点开始会有临时交通安排 去到清晨四点钟内汇方向都会封闭 期间三条通宵过海巴士线改行红隧 东隧实施易通行之后 三条过海隧道都可以不停车缴沸 亦都有条件推行第二阶段的三岁分流 即是不同时段不同收费 本港踏入下季流感高峰期 幼儿科专科医生说 新冠疫情之后 小朋友对流感的免疫反应交以旺弱 家长应该尽快带子女接种流感疫苗 卫生防护中心星期四公布 香港踏入下季流感季节 政府收集到的呼吸道样本当中 近一成对季节性流感病毒呈阳性 8成4属于H3夹型流感比例最高 其次是H1夹型流感有1成4 有儿科医生说 近几个月已经有四个小朋友 因为流感死亡 他们都未有接种流感疫苗 其实过往这三年 基本上是没有任何流感的大型爆发 也都某个程度是反映着 其实我们的市民包括小朋友 可能那个流感的免疫反应 抗体都是比较弱一些 虽然本年度的流感疫苗接种计划月底结束 他建议未打针的小朋友都要接种 下一个季度应该大概9月尾到10月头 就会开始 我们会有新一批就针对 明年我们冬季的流感高风期 会爆发的新疫苗 但是这个我们叫空窗期 或者刚刚转接期 其实我们仍然鼓励有风险 其实比较容易感染年纪小的小朋友 接受流感疫苗接种 新学年即将开学 他说家校都要做好预防工作 学生有病征就不应该上学 无线电视机者林俊天不道 七个青年在2019年金融面发生效的第二天 是温仔示威 暴动等控罪罪成 三人被判入教导所 私人判监50或者51个月 暗蒙面发在2019年10月5日生效 第二天多区发生示威 七个青少年在湾仔杜鲁治道 和牵尼斯道交界 和史超域道和坚拿道西之间的牵尼斯道 面同其他人参与暴动 经审讯之后裁定暴动等罪成 区域法院站委法官梁家琪 在西九龙法院开庭判刑 说案发时候社会处于严重失聚期 当日有500多名示威者集结在湾仔 铜锣湾和金钟的路段维持大约42分钟 交通完全瘦了 为行人和居民带来极大不便 示威者又挖起砖块 以铁栏等的责物架设路障 驾驶转地车破坏马路 和警方对视期间投摘汽油弹等物品 并且以绿色雷射光照射 如果不是警方推进 示威者未见有散去的迹象 参考案例之后 现年26岁的升学教育顾问者指刑 因为暴动罪判囚50个月 另外管有无线电收发器罚款2000元 25岁大学生李软盈 35岁文员黄慧汉 和36岁平面设计师周贝加 另外干犯在身处非法集结时 使用蒙面物品罪各囚51个月 另外3名被告20岁学生吴俊杰 16岁少年和20岁大学生苏家阳都不够21岁 依报告建议判入交道所 无线电视记者吴俊协议 被警方国安处袁雄通侵 揣途海外的许智峰 除得澳洲律师资格 在北京访问的律政司司长林定光 回应当时质疑他的品格 说许智峰涉及多项严重罪行 包括一些相当严重的襲击罪 不诚实使用电脑 或者防御公职人员 亦都是经过法庭的审讯之后 是说他是藐视法庭 而涉及的是向法庭提供虚假的文件 有时到法庭是放宽了保释的条件 令到他可以潜逃海外 那这些人士的品格究竟是怎样呢 我想是公道自在人心 林定国率领60人法律界代表团 热促成都和北京访问 他说此行有助推进香港 成为压态法律争议解决中心 代表团先去到成都出席某法局论坛 之后在北京出席一带一路法律论坛 向内地企业用普通话 进行模仪国际仲裁和调解 林定国说内地对香港法律服务有很大需求 休息回来有其他消息 回来新闻时间 黄大师文政专员黄志华 获地区人士举办宽送晚会引起关注 对于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 侧夜晚宴的钱由哪来 汇报是什么 文政局局长麦美娟说 尊重对方意见 也认为不涉及地区人士七孩成分 当然我尊重梁先生他的说法 其实梁先生不时都会就着我们社会事务 他做一些评论 都是有参考的价值 其实他已经是一个将来任的专员 所以他不离开专员的崗位 所以刚才你说他是不是要巴结他 如果说说地区治理 他已经都离开这个崗位 所以我觉得不是这样的 所以实在是因为专员在他任内的时候 在地区和地区的朋友和社团的朋友 他们有很长久的合作关系 尤其是经过疫情的时候 大家真的可以说是共国患难 所以他们感情都比较深厚 所以在宽缩活动的时候 就真的规模是比较大的 所以我也再说了 其实真的不用这么大阵仗 我相信专员自己本身 都认为其实不需要那么大阵仗 警方拘捕11人涉验洗黑钱和诈骗 涉款超过1亿2千万 行动日面检出现金 多部手提电话、公司印章等 被捕的5男6女介乎22至39岁 包括3个外籍女人 警方星期四开始一连两日采取行动 堵破集团在尖沙咀的行动基地 和储存现金的厨所 检取大约80万现金 不法分子涉验以快女户口进行分层交易 将犯罪得益转移到自己户口 其中一个骨幹成员 又透过自己作为董事的两间私人公司 使用虚拣银行月结单 申请政府的百分百担保特贵贷款计划 握了390万 以至于另一筆265万的贷款 已经被警方成功阻截 内地华北早前发生水灾 周厘开学 受灾区域有学校加紧灾后重建 也有学校要借用其他校舍 将教师宿舍和仓库改装成学生宿舍 为借开学的学生提供住宿 因此报道 门头构区的学校在开学之后 会将今次洪水和书本上的知识结合 教导学生由科学视角认识今次的水灾 而同样受到暴雨影响的河北囊坊 那间小学亦都在加紧修复校内的设施 并进行消毒 而囊坊安市区的教育部门 在水灾之后制定灾后重建方案 派人修复和加固学校受损的围场 大部分学校已经完成工程 其余学校也都在加快维修进度 确保可以如期开学 无线电视记者曹嘉永报道 瑞士向中国返还五件流失的文文艺术品 中国驻瑞士大使王世霆当地星期四 和瑞峰签署返还协议 并接收五件文文艺术品 包括四件陶瓷器和一枚前臂 分别在四宗刑事案件中查获没收 王世霆说 这次文物返还 充分体现了中税两国 在文化维产保护方面加强合作的共同意愿 亦都对在全球范围打经文物走私 保护文物安全 扩大政府间合作具有示范意义 中税两国都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1970年公约帝约国 这一次是继2014年12月 返还一件看待图涌以来 瑞士第二次向中国返还文物艺术品 被有骗去到缅甸从事诈骗工作的中国科学院博士生已经云份 中国驻泰国大使馆说 泰国警方星期四成功云份34岁的中国科学院博士张继校 使馆和驻清迈总领馆正是和泰国警方密切协调 争取尽快安排他回国 张继校去年8月经人介绍 前往新加坡从事翻译工作 内地传媒报道 他当时由厦门经香港抵达泰国曼谷 再经泰面边境抵达缅甸 才发现被人握到当地 从事电话诈骗工作 故隆兵组织瓦根纳集团创办人普利哥任聚机身亡 俄罗斯调查人员找回10具尸体和飞行的六夜 英国有情报说没有确实证据普利哥任在这班飞机上 在俄罗斯盛比德堡继续有民众 在故隆兵组织瓦根纳集团总部附近摆放鲜花 联邦调查委员会星期五发声明 说当局仍然在寻刑事方向调查 目前已取得飞行记录仪和重组案情的重要物件和文件 现在现场发现的10具尸体会进行基因化验 确定身份 验尸工作亦会展开 外界开始怀疑普利哥任是否真的登上失事飞机 据英国首相新卫成表示 情报只是显示普利哥任最有可能在机上 英国国防部亦说没有确作证据证明普利哥任在机上 但他很有可能已经身亡 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回应传媒提问的时候 拒绝正式确认普利哥任已死 只是缓引总统普京早前的说法 说需要等待所有必要的鑑定程序完成 便会公布 克里姆林宫并否认下令杀害普利哥任 批评西方有关指控完全是方言 针对美国总统拜登早前表示 普京可能是罪机事故的幕后黑手 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批评拜登实现 说身为美国总统 不应该这样谈论这类空难 曾经就雅吉纳兵变对俄罗斯总统普京 和普利哥任进行滑船的 白俄罗斯总统劳卡申科为普京护航 他强调普京心谋远累并且非常冷静 因此不相信普京涉及策划暗杀普利哥任 无线电视记者陈淑仪报道 又吃回来有另一节新闻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